请不吝点赞 谢德超 你说居大人收了你五万两银子 当时还有何人在场 没有 大胆贼寇 杀人越获已是死罪 居然还敢污蔑朝廷命官 你是何居心 于大人 这贼寇不知受了何人指使 污蔑本官 收取了他五万两银子 可此事既无人证也无物证 实在是荒谬之急 本官 恳请于大人 即刻带着你的人 把我的县衙里里外外 连同后衙一遍 仔细地搜查一遍 如果找到那所谓的 五万两银子 本官愿意听候朝廷发落 如果找不到 还请于大人 还本官一个清白 好 来自听 是 将这四名重犯 给我押回罗城 打入死牢 是 居大人 拿本宪就得罪了 于大人请 走 走 周先生 柳先生 这 这次于大人能把谢德昌一伙抓捕归案 那可真是把我心中积压这么多年的一股恶气 给吐出来了 于大人不是说了吗 要一举成功 我和周先生啊 我们这两个刀逼小吏 沈黄安之审的那也很成功 那叫一举成功 是一个倒逼小吏 好了 你们 都不要再说话了 让我自个儿再捋一捋 这个案子的确复杂 里边的关系绕得很 罗城为士一家 因为躲避战乱离开了罗城 前朝晋江王赠予他们的三千亩番田 就撂了慌 柳城香神蓝大兴盯上了这三千亩番田 就设法勾结 柳城县城 刘清禾和罗城县城 胡安之想设法霸占 但是此举遭到了 来罗城上任不久的 王之县的断然拒绝 据胡安之交代说 王之县认为 这三千亩番田 早已是属于 为士一家的私产 不应该再化为前朝的番产 所以 蓝大兴想霸占土地一世 就走入死糊涂 失去了希望 但是势在人为 就在这个时候 胡安之想到了 在罗城九万大山里 占山为王的谢德昌 于是他把谢德昌 介绍给了蓝大兴 蓝大兴结交谢德昌之后 花钱雇佣谢德昌 残忍地 杀害了刚刚到罗城上任 不到两个月的王之县 蓝大兴就顺利地 将这三千亩番田 据为己有 胡安之和刘清禾 利用各自 林氏支掌雅鼠的权力 以县雅的名义 为蓝大兴出具了 购买土地的首起截票 但是在县雅的账簿上 却没有入账的机缘 于是 这六千两购买土地的银子 就堂而皇之地 进了胡安之和刘清 和个人的腰包里 谢德昌被我们围剿之后 就逃到了柳城 躲在了蓝大兴的家里 蓝大兴为了自己的利益 给了谢德昌五万两银子 让他去贿赂 取九万 余大人 你在取九万的大唐和后鸭里 不是什么都没搜到吗 的确如此 取九万虽然年轻 但是处理这种事情 非常老道 没有留下任何宗司马迹 这家伙的确狡猾 这回啊 是让取九万逃脱了 你没有物证 也没有蓝大兴的旁证 只凭着谢德昌 一个人的供词 你是治不了取九万罪的 这件事也只能到此为止 是啊 这件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 你们觉得 我刚才说得清楚吗 清楚 非常清楚 案子已经破了 案犯也已经捉拿归案了 你现在来讲案子的来龙去脉 有什么用呢 是想自己过过瘾 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吧 千阳 你不想也过过瘾吗 我过什么瘾呢我 案子又不是我破了 只有破了案的县太爷 那才真的想过瘾 我们能够把罗承县和柳承县 最大的几个恶人 一起抓捕归案 难道还不该过瘾吗 周先生 明天我们就升堂 断案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说 乌哥 您还在避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保你 可他自己会被于成龙判处死刑的 对 这正是蓝大星的过人之处 也正是他识时务的地方 虽然他会被于成龙判处死刑 但只要他保了我 我就能帮他保住家产 和罗承为氏那三千亩番田 不被于成龙收回去 你怎么才能替兰大兴 保住那三千亩番田 不被于成龙收回去呢 于成龙一心只想帮为氏 把番田要回去 可他根本不懂朝廷 在这方面的有关律令 别看你于成龙 活到了这个岁数 可在官场上 你还嫩了点 依照大清律令 凡有俸禄的官吏 月凤一代以上场 贪赃八十两将处于绞刑 秋后奋斩 贪赃一两以下 账七十 贪赃一两至乌两者 账八十 五有俸禄之人 可虐凤不足一半者 贪赃一百二十两将处于绞刑 故意屠材害命杀人者 斩立绝 罗承县古风领匪首谢德昌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绞刑 当场执行 罗承县古风领匪首谢德昌 罗承县古风领匪首谢德昌 犯杰齿人之罪 故意杀人罪 处于绞刑 当场执行 好啊 罗承县现成胡安之 犯贪赃罪 故意杀人罪 处于绞刑 当场执行 柳承县相生蓝大兴 因犯故意杀人罪 恶意侵占他人土地罪 判以绞刑 当场执行 柳承县县城 刘清禾 犯贪赃罪 判处绞刑 当场执行 抢好 刘清禾 太好了 太好了 占力全 起来 人犯压物形成 起来 好 起来 起来 好 好 好 老实点 走 走 走 杀了他们 走 走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杀了 他们 Rod tell him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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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为氏姐妹上堂 宣 为氏姐妹上堂 走 为氏姐妹 本县已将 恶意侵占三千亩翻田的 庶民罪犯已与判决 本县现在宣布 位于罗承县和柳承县交界处的 前朝晋江王的三千亩翻田 如数交还你们 为氏姐妹所有 罗承县衙和柳承县衙 不得以翻产变价之规 再行收取任何费用 谢余大人 谢余大人 谢谢余大人 进来吧 余大人 余大人 余大人好像没想到我回来了 没想到 余大人应该想到的 应该想到的 你忘了 余大人 这为氏翻田一案 可是广西巡抚金光组 金大人亲下御令 要求柳承县衙 协助罗承县衙 共同审理的 余大人不必夺心 你我同为七品之县 我哪里敢怪罪余大人 只请余大人 赏我一个座的地方就行 好 好 来 给屈大人上一把椅子 是 屈大人 请坐 余大人 这里是罗厂 余大人 才是这个案子的主审 好 那就 请屈大人 谢谢余大人 为氏姐妹 你们可以退下了 谢余大人 谢余大人 慢 徐大人 为何不让为氏姐妹退堂 余大人 本案位于柳承与罗承县 交界处的那三千亩土地 不属于为氏的私产 你不可如此轻率地判离他们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三千亩土地 并非为氏姐妹的私产 屈大人 为什么不属于我们家的私产 为氏 我来问你 你可有前朝靖江王 当时赠予你家土地时的 全部凭证 有 当然有 为氏的证据 全部在卷宗里 徐大人你请说话 可这前朝靖江王的凭据 又能说明什么呢 能说明什么 能说明这三千亩樊田 早已属于为氏所以 于大人 可这是前朝靖江王 自己手输的一份凭据 并非官府出去的正式凭据 于大人 是 靖江王亲手写的凭证 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据 请于大人 看看我柳城县衙土地侧布上 对这三千亩樊田是如何计算的 把侧布绳上来 是 是 徐大人 这个情况 本县了解得很清楚 那么请问于大人 这三千亩土地 是否仍然注册在前朝靖江王府的名下 尽管如此 但这三千亩樊田 早已属于为氏一家村 于大人 不知 罗城县衙土地侧布上 对这三千亩土地是如何记载的 罗城县衙土地侧布 与柳城县衙土地侧布 无有不同之处 既然如此 于大人便不能将这三千亩土地 判归为氏所有 徐大人 那是我们家的土地 于大人 当时靖江王赠于为氏土地时 并未在官府 办理过后的变更手续 所以这三千亩土地 如今应该仍然属于前朝的翻田 既是前朝的翻田 就应按照朝廷现行 翻产变价之规定来处理 什么是翻产变价规定 于大人 朝廷的翻产变价明文规定 无论是前朝的公田 翻田 还是无人耕种荒气之田 任何人都不得无偿占有 官府应该按置论家 买给有意耕种植 徐大人 我们姐妹为了状告完大薪 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就连自家的房产也都卖掉了 如今 我们哪里还有钱来购买土地呀 你们是否有钱购买土地 与我们现在所异之事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就没有关系了 那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现在你却要让我们拿钱来购买 大胆没事 尽管在大唐之上与本官胡搅蛮缠 跪下 徐大人 我们不是与你在胡搅蛮缠 我们是在从你讲当里 来人把这两个女人押下去 徐大人 为师姐妹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是 徐大人 徐大人 我们现在所异之事 已经远远超出了 为师土地一案的范围 能否请徐大人 让这两个女人速速退堂 为师姐妹 你们暂且退下 是 徐大人 罗程土地侧布和柳程土地侧布上的记录 虽然是事实 但是这三千亩翻田 在二十年前早已成为为师姐妹的私产 这也是事实 徐大人 还有一个事实 听见 是 你刚刚破获的柳程县香绅蓝大兴 侵占为师三千亩土地的案子 你不会已经忘了 请问徐大人 蓝大兴是如何侵占为师姐妹那三千亩土地的 蓝大兴是花了六千两银子 从官府购买的那片土地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 那三千亩土地 并非为师姐妹的私产 而是前朝遗留的翻田吗 徐大人 你能够秉公执法 将谢德昌 蓝大兴 刘清禾 胡安芝 这起官匪官商勾结的贪腐案件 一举破获 但咱面对这三千亩翻田 到底是私产还是翻田的时候 却又会如此地没有原则呢 本先并非没有原则 因为我余成龙坚持的同样是事实 那三千亩翻田在二十年前 早已成为为师的私产 余大人 既然此事你我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和争议 我建议将为师翻田一案 送报广西巡抚衙门室 我现在给你做了帮助 我这一次做的 我这次做的啊 我dar议 你都能听到 我这次做了 他就都能听到 我这次做的 你也认为 我这次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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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谓说 你不给你做的 你自己做的 我这次做的 你自己做的 我去做的 你做的 走到任何地方 只有官府出局的平均 还能够作为证据 无论是巡抚衙门还是朝廷 都不会把官方的记彩当作儿戏的 于大人 我劝你不要感情用事 在蓝大兴胡安芝那起案子里 谁都知道韦氏姐妹他们是受害者 但面对现在这三千亩翻田 谁知道他们是受害者 还是别有用心者 徐大人 感谢你的提前 本县并非感情用事 只是尊重事实 既然如此 就请于大人将这起案件 送报广西巡抚衙门 做最后的判决 好 本县就接受你的建议 将此案交于广西巡抚衙门来判决 刑阳 在 让玉林备车 是 徐大人 你是否跟本县一起去广西巡抚衙门呢 不了 于大人 我回柳城 静候巡抚衙门的判决结果 好 那本县就会一人抢了 于大人告辞了 我回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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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你没想要 我回柳城 我回柳城 这是 要让你回柳城 他回柳城 他回柳城 我回柳城 你回事 可以帮柳城 他回来 余大人 你怎么还不站起来啊 你跪着干什么 府台大人看完卷宗 下官再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你也不是坐去 谢府台大人 余大人 这座翻天案办得不错 挺迅速啊 该抓得也抓了 该判了也判了 是 大人 挺好 回事 你们姐妹两个人先下去吧 是府台大人 是府台大人 府台大人 下官把回事姐妹带来 就是想让他们 当着府台大人的面 陈述一下事实 衙姨们 你们也都退下去吧 是 是 府台大人 下官不知 府台大人为何 将人都打发下去 余大人 你在罗城这几年干得不错 我作为巡抚 也很欣慰 你知道吗 我很看重你治理地方的能力 不错 罗城这几年 在你的治理下 确实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个为了逃避土匪压榨的百姓们 都已经陆续回到自己的家园 安居乐业 事务农田 过着安稳的日子 嗯 不错 说实在的 我这巡抚 真是一个感谢你 不不不 下官作为罗城县的父母官 只是做了一点分内之事 你干吗自签呢 你在罗城的政绩 都可有目共睹嘛 是不是 我今天 主要是想和你说几句心理话 下官 愿听府台大人叫我 嗯 坐 那下官不敢 我叫你坐你就坐嘛 你现在是功臣 坐 谢大人 于大人 你知道吗 是 康熙皇上 虽然已经清政了 但是朝廷的大权 依然掌握在 敖拜这帮人手里 朝廷的情况 下官知道一些 刚开始的四位首辅大臣 现在就剩下两位了 一是阿比隆 一就是敖拜 阿比隆他是什么人哪 他是个无所事事 浑浑噩噩 只能一心听从敖拜指使的人 他看着敖拜眼色行事 敖拜 竟会如此张狂 不仅如此 敖拜 在私底下 还截留皇上的咒书 拦截咒书 这是死罪呀 他把各地 各部 各府院 送给皇上的咒书 拦截下来 他还可以教旨 还可以自己发布命令 这么多年来 他就仰仗自己手里的权力 培养亲信 遭降纳盼 打击异己 凡事顺从他的 那就要亲近升官发财 不顺从他的 那就要打击报复 如果跟他一见有相左的 他会较之处决 老拜 不仅在产出异己上 那手段非常残忍以外 他在抢夺经济利益上 那也真是毫不手软啊 就在康熙五年 就仅仅为了他一旗 一人之力 以及他那个利益集团的需要 抢了大量的土地 他脚趾下了一道换地令 这一章换地令 把所有各企贵族的 最好的土地 都换到他的名下 都换到他的利益集团名下 那各企的贵族怎么办 那只能忍气吞伤 去当中那些 强行被敖拜换来的 最贫瘠最荒芙的土地 那这朝廷 岂不成了奥拜一人的朝廷了吗 奥拜啊 还有一个侄子 他跟你于成龙于大人是最熟悉的 就是卡尔齐 他就是仰仗着奥拜手里的权力 就能在永宁大肆圈地 福台大人 那卡尔齐 就是因为下官和周睿和周大人 以及众乡亲的反抗 才被朝廷处决 其实这个事我早就清楚了 永宁圈地一事 我在认识你以前 我就听说了 福台大人 刚才福台大人之言 让下官听得心惊骤跳 余大人 我今天在这儿跟你说的一切 也只能在我这儿巡抚大堂 我说说你听听而已 出了这个门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 下官明白 下官绝对不会像第二个人家 福台大人 罗程为事翻天一案 到底该如何处置 为事送来的诉状 还有你拿来的那些个卷宗 我都看了 我看根据你的意思 你是想把这三千亩翻田 归还给为事 是这样的福台大人 只是曲九万曲大人的分歧 你和曲九万的分歧我知道 那福台大人是什么意思 曲大人的坚持是对的 曲九万是对的 那为事提供的证据 难道就不算数了吗 当然不算数了 好 福台大人 下官在来巡抚衙门之前 听到一个传闻 说朝廷又下了一道 关于前朝公田和翻田 处置的新的规定 不知是否是真的 对啊 是有其事 朝廷的诏书 已经发到我这儿了 你想看啊 耕明田 对 朝廷的新政就叫耕明田 福台大人 耕明田上的规定 不是正和下官处理 为氏一案的方法 如出一辙吗 皇上也要求 把前朝的公田和翻田 无偿地赠送给那些 没有土地和 购买不起土地的百姓 耕明田就是这么规定的嘛 皇上也是这么考虑的嘛 那福台大人为何 不让下官把这三千亩翻田 交给为氏 于朝廷 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跟你讲了欧拜的事情 下官 确实不知 就是一个感变症 那耕明田 那是康熙皇上 根据全国的具体情况 出现的新政 为了抚民而推行的 可是这个新政呢 遭到了欧拜这一帮人的坚决的反对 他千方百姬阻弄新政实行 新政发下去了 他就执行不了 原来是这样 余大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把这三千亩翻田 退回给为氏 原因就在这儿 是 余大人 你呢 作为一个欺品之县 能够体谅百姓的疾苦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 说实在的 我真是应该从心里支持你 但是 如果事情按照你的做法 把这三千亩翻田退回给为氏 我是替你担心 会遭到欧拜这帮人致命的打击 傅台大 当年下官带头 阻止卡尔齐圈地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惧帕国欧拜的打击 我佩服你的勇气 行了吗 你现在不是一介不一 你现在是罗朝的支线 身份跟过去有所不同了 说实话 我不同意你 处理翻田的为氏一案 我不同意你对为氏那个翻田案的处理方法 是 我自己是有私心 我主要是不希望你在任职上 造成很多的麻烦 就为了这件事情 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傅台大人 我说那些话 你好好想想吧 说心里话 我还是特别拥戴皇上的更名田啊 可是好的心政 他承拥戴皇上 他执行不了啊 就凭着你这么一个七品芝麻官 你想开这个仙河 容易吗 是吗 下官真没想到 在这个天皇帝老远离金城的罗城 居然也会受到 敖拜的指引 这就是现实 今天党事已经完毕 散了吧 散了吧 吾国万大岁万岁万岁 万大岁 来 明珠 奴才在 朕想见见陈宁静和雄四旅 皇上 朕知道自从被敖拜关了这洪德殿之后 不许陈廷禁跟雄四旅继续给朕试讲 朕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两位先生 朕很想他们 皇上 朕 明珠 朕想让你去给朕办一件事情 奴才愿听皇上差遣 你去把陈廷禁跟雄四旅给朕请来 朕要他们继续给朕试讲 朕不许陈廷禁跟雄四旅请来 朕不许陈廷禁和雄四旅请来 朕不许陈廷禁和雄四旅请来 朕不许陈廷禁 朕不许陈廷禁 微臣知道皇上还是想让陈廷禁 继续为皇上试讲伦语 其实正是想看看陈廷禁的先生 邢祭堂邢先生住的伦语别叙 可惜听陈廷禁讲 说那伦语别叙已经送给玉成龙了 皇上 罢了 aphor殿 回宫 起来吧 哥 老爷 金阳 你们快过来一下 宇兰 金阳 我哥和老爷呢 老爷和玉林去桂林了 啥事啊 你过来看看 孩子发烧了 烧得很厉害 这么烫啊 玉兰别急啊 我找人过来看看 来 玉兰 静阳 洛老婆懂一些苗家的医术 你让她给孩子看看吧 玉兰啊 快让我看看孩子 好 玉兰姐 我爷爷懂得些山里的草药 平时大家生病 都找我爷爷来看 小妹啊 快关门 来 洛老婆 咋回事啊 孩子得的是啥病 玉兰 你先别着急 你看孩子出水道了 可能 他得的是天花 玉兰 洛老婆 你快救救他吧 你快救救孩子吧 你快救救他 是 我虽然懂点草药 也给乡亲们治过病 可我从来没治过这天花啊 那有谁能治这杯啊 我求求你了 你快救救他吧 别 别这样 玉兰 先别接玉兰 别着急 你救救他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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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 玉兰 我突然想起来了 康熙皇帝八岁的时候 出过天花 这宫里的郎中啊 也是治了好几天 好药用了不少 但是不见成效 还是一个小姑娘 叫苏玛拉姑的 发现一种草 叫鸡鸡草 孝仲皇后呢 用来煎水 让康熙皇帝喝了 结果昏睡了好几天 醒来就好了 真的 鸡鸡草 我知道 可我从来就没用它 来治过病啊 既然鸡鸡草 能治好康熙皇帝 那就用这种办法 给小小治吧 鸡鸡草哪里有 你认识吗 这种草啊 在你们北方比较多 在我们这儿 很难见到 不过 九万大山 也许能找到 好 我去找 你不认识鹿啊 我带你去 爷爷 我陪靖阳哥去吧 小妹啊 你就陪着你玉兰姐 看好孩子吧 哎呀 六先生啊 孩子病急 十数香的功夫 一定要找到这种草 越快越好 好 走